2015年,多个南美洲国家先后发现多个债卡贝斯。 疫情最严重的巴西,半年内有4,000名出生婴儿患上小头症,怀疑与债卡病毒有关。 而在哥伦比亚,也有超过5,000名孕妇感染债卡病毒,引起全球关注。 由于病毒是由蚊子传播,迅速蔓延到超过30个国家。 2016年2月,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在美洲等地爆发的债卡病毒疫情,列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,各国都加紧防备。 有专家表示,患者的病症一般比较温和,80%的人更不会发病。 曾德贤医生是香港感染及传染学会代表,曾经在索罗门群岛研究过另一种文媒传染病,略疾。 本身,大家病毒是一种黄病毒类,与灯格热,黄热病的病毒,日本脑炎,甚至西雷浪河病毒,是同属一个组群的。 他们的特性就是,他们会发烧,会有些皮肤起疹的情况,会头痛,肌肉痛,眼睛会有些红肿,有些所谓的结膜炎。 他们的病毒本身是很温和的。 早在1947年,在非洲猴子的身上发现债卡病毒,之后在非洲、亚洲、太平洋岛国也曾经有人感染病毒。 与灯格热一样,债卡病毒主要是由蚊子传播,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孕妇延迟到疫区旅行, 如果必须要去,也要穿着长袖衣裤,用趋纹剂等。 美国第一个个案,它都是透过性接触,去传播堵污这个债卡病毒。 如果去过高发地方的人,如果他没有感染的话, 他就最好做一些safe sex,就是要戴安全套, 防止传播给其他性伴侣,如果他有病症的话, 他起码要做安全性行为,起码要半年时间。 因为他可以留在精疫一个很长时间。 防止感染,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,当然是预防蚊患。 那只蚊如果是带着这个病毒的时候, 他再咬其他人就可以将那个债卡病毒去传开。 在一些有露台啊,有花盆啊,的地方都会尽量去清理积水。 尤其是落完雨之后,那些的积水,即使是一毫毫升的水, 都可以足够给这个蚊去生蛋,跟着制作下一代。 曾医生也提醒我们,外出气的药喷含有碧纹岸成分的趋纹剂。 浓度可以是由10%去到100%都有。 但其实我们觉得,一般25%浓度的蚊泡水已经足够去防蚊的了。 因为那个%的高低就决定那些被蚊庵留在身体的时间有多长。 如果是25%就起码可以留在身体, 就要6至8个小时了,那已经足够是可以防蚊的了。 而一般,这个被蚊庵,那些蚊庵,其实对孕妇和对婴孩, 除了两个月以下,对孕妇对婴孩都是相对安全的。 而出生婴儿就可以用防蚊时间较短, 但不会影响身体的天然趋纹剂,例如香茅油。 债卡病毒至今仍未有治疗方法和预防疫苗, 而巴西就有人提出是否该让感染债卡病毒的孕妇堕胎。 期望我们积极防蚊之外, 也为这些受影响的家庭祷告, 求圣地怜悯,医治病患者, 此致会与医疗专家尽快找到根治的方法。 在二月十四日,情人节当天, 一对对穿着婚纱和礼服的夫妇, 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洛杉矶帕萨迪纳, 他们带着不同的故事, 但他们有同样的信念。 因为我们觉得家庭是社会的细胞, 是文明的根基, 而我们现在的家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,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有必要站出来, 去宣誓, 因为社会很多人不相信婚姻了, 我们要相信婚姻, 要大家相信婚姻是美好的。 我觉得非常有纪念的意思, 在上帝面前重立盟约, 因为我们走过三十年风风雨雨, 我觉得说上帝的祝福, 上帝的感恩。 我们曾经经历着吵架, 各种已经到了离婚, 那种已经去离过婚,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六年前认识上帝以后, 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婚姻价值观是错误的,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犯罪,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, 我们两个人向谁悔改认罪以后,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婚姻, 那完全是不一样。 我觉得这个婚姻家庭是一个很有重要的, 对我们的一个家庭来说, 对我们人生来说, 任何的成功, 它媲美不了一个家庭的成功, 所以我们就会,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。 哈利路亚跟谢主, 我们要守卫我们的家庭, 所以我们要参加这个活动, 然后向世界宣告, 我们要成为幸福的一家, 一男一女, 一生一世, 这是由国际婚姻家庭协会, 国际珍爱家庭协会, 和大洛杉矶教会网络主办的, 第三届国际婚姻家庭节, 大会希望透过这个活动, 让人们看到婚姻的核心价值。 美国的最高法院, 重新定义婚姻, 那这个事情带给, 许多持组传统婚姻的人, 很大的冲击, 那我们认为, 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, 然后在美国这一个地方, 我们一起来正面的来宣告说, 我们持守传统的婚姻价值观, 我们持守圣经的真理。 大会当天安排了台湾和美国的歌手献唱, 还有由圣经创世纪, 雅歌等故事所改编的舞蹈表演, 以展现出真爱的美丽。 这次是别开生命的, 因为这是一个国家, 我们跟不同的团队一起合作, 一起配搭, 很愉快, 然后也很挑战, 然后我们要面对方方面面, 有我们接待从中国来的, 有从新加坡来的, 有从台湾来的, 然后也有我们本地, 不同的教会, 不同的机构, 还有不同的媒体, 跟我们过去所熟悉的, 都有新鲜的地方, 都有新鲜的挑战。 当天还邀请了来自中国迦南诗歌的作者小敏, 在众人面前唱出他所编写的诗歌, 来感谢上帝和他的丈夫。 就让我们走到一起, 才能完全。 十三年之后就是为了我家那首写的诗歌, 后来他们听见以后就走到前面问我说, 原来这首歌是写给我的, 我说啊, 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要记录在历史当中, 后来我说你要不要把工作放下, 和我一同努力前往收割庄稼, 他说到处吧, 再等十三年之后, 其实现在还没有再等到十三年, 他也会偶然会出来, 给我一起佩达福祉, 我们将荣耀在此为耶稣。 大会的高潮, 是数十对夫妇一起在台上重定昏盟。 大家充满关爱、欣赏, 又有责任、担当, 更有真理与讯会, 接纳与原谅。 今天的问题就在于, 我们看到这个婚姻和家庭的城墙已经倒塌了, 已经被毁坏了, 所以我们需要去重修婚姻家庭的倒塌的城墙, 那么对很多在绝望中, 没有盼望的人们来说, 他们可能会重新地点燃起他们心中的那种爱的火焰。 我们相信假如说, 我们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盟约, 然后这些夫妻们愿意经常的, 甚至每一年都来参加盟约, 我们现在有很多夫妻, 他们说我们每年都要去, 每年都要参加这个盟约。 不断地重温, 这个婚姻和家庭是什么, 真到的这爱是什么, 是一男一女, 一夫一妻, 一生一世一心一, 他们有这样的信念, 同时的这一个群体在一起, 我相信会对他们的婚姻, 是一个很大的坚固和祝福。 坚守圣经真理, 活出基督的见证, 深信能够祝福这些夫妇和他们的下一代。 爱地球观察站, 程邀您将所关注的议题和看法, 或者是各种聚会活动的信息, 发送到cdv.tmea.us。 小清晰同一时间, 再和大家见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